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美的军中情人方继伟 他人人生究竟受过多少苦 说那个这个什么 无外无家就是军中的杂志 就会有一些他的照片 然后有时候我看到 我说这个是我同学 然后那个军班 然后他说真的吗 如果你可以帮我拿到他的签名 我就可以帮你同一家 是真的 对真的 所以当时其实他在军中以后 他确实是蛮受到的手 我都不知道我红 我只不知道 我有通告好好好 赶快去 结果有通告我就觉得 感谢天 感谢地 这样至少我们家的那个债务 就可以赶快累积去还 告别歌坛是二年 重新出发 是因为梦到的父亲 有一天做梦 我说奇怪 爸爸怎么还穿着 他往生的时候 帮他穿的那个西装 红色高领 然后你看戏剧 跟师傅握手 他说唱歌 唱歌这样子 然后我说要唱歌 我就想说 爸爸是不是要我唱歌 就是做完这个梦之后 才遇到黄大军老师 天悲已经减净烈情 黄大军老师找我唱歌 我也吓一跳 然后后来我就说 好 录顺走天心的时候 我就说爸爸 你知道我现在在录音试 我这首歌是唱给你听 然后就录得很顺利 老师说 你怎么可以明诞语歌 录得这么顺利 我说因为我要唱给我爸爸听 舞台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你只要有实力 你不管任何一个时候 你有一个非常棒的作品 你就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方继维跟家人感情很好 从小为了负担佳绩 他摆过地摊 当过冰冷西施 下课还得到处走唱 他在邦嘎长大 每个角落都有他的回忆 像这里是桂林路 然后西仓街 那以前这里是一个旅舍 那我们家就在这里 摆一个折叠的桌子 就是在卖槟榔 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我姐姐在这里 卖槟榔 反正那时候没有办法再念高中 可是妈妈还是希望说 你一定要念高中 不念高中 不念书的人会很可怜 因为妈妈就是没念书 才会被害得很惨 几乎假日 他其实很少跟我们一起出去外面玩 除了上下课以外的时间以外 他几乎都是在打工 或者是在做事情 以前住的地方有个夜市 然后过年的时候就在卖冰 他说过年来卖冰 他说家就是没有资金再去改变 卖乐鱼 就卖冷鱼 晚上不睡觉 因为妈妈就养五个孩子 那养五个孩子 你家里又负债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多的钱再去做 做其他的生意 对 所以我们就一个摊子养全家 然后还有那个债主会在那边排队收钱 你卖一杯他收多少 那后来他发现我妈妈太可怜了 所以他就干脆就不来收钱了这样 然后就小小的一个地方 卖东西瓦斯 我从小就在这里 菜油菜烤汤啊 家里头原本开瓦斯行 后来被合伙的股东偷开支票设计 害得妈妈当时背负了九百多万的债务 家里头天天都有人上门讨债 方继为跟妹妹被吓得躲在角落不敢出来 很多人可能借妈妈钱啊借票啊 然后拿不到钱 可能就要到家里来 看到我们都是小朋友 大人都不在家 他们就拿瓦斯桶挖丢 然后我们就吓死了 小朋友不懂 他那个债主是很不客气丢瓦斯桶 他那时吓死 他说如果那个时候瓦斯爆炸 就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爆炸 不懂 只是说那个叔叔好凶哦 怎么会这样子 我才想到说 哇 欠人家琴是这么恐怖的事 三十年前的九百多万 是多么庞大的一笔数字 当时方继为只是个国中生 为了帮忙还债 再重的瓦斯桶 他也得躺 海鸥飞呀飞到我窗前 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 家里又是开瓦斯行 家里人手又比较不够 那他的话 因为个头高 力气大 所以往往有时候都要帮家里头 常常要去送瓦斯 那不管他的 订的人在急 以前就是瓦斯不像 现在店里很多 那么就变成自己要扛上去 因为这边幻华都做生意的 然后他们只要要瓦斯的时候 就会急嘛 那我就用桶子用拖的 就拖到人家家里 然后我楼上 我说楼上我要瓦斯 想来帮忙扛 我们就扛上去 因为我会装瓦斯 所以OK 这边邻居认识 这个很厉害 有一个跟我年纪一样的大 我告诉你 我如果像他这样一直做 我就会像男的 对啊 他就自己扛东西 买东西 哈啰 他生意超好的 他也是女强人 除了帮忙扛瓦斯 方继维下课之后还去唱歌 唱完了爸爸会骑车来接他下班 当时他最怕的是天冷的下雨天 因为他们家连一件保暖的衣服 都买不起 因为他们家那时候开始开导四行 那家里头那时候还蛮辛苦的 所以有时候除了帮他爸爸妈妈 顾店里头以外 他在假日的时候 都会去那个 当时的牧传心安心 然后唱歌 海鸥被我的心也飞 不再一脸 所以都是爸爸骑摩托车载我 那当时我们也没有多月钱买外套 我爸说我教你一个方法 因为他们以前送瓦斯的时候 穿雨衣里面塞豹子 就不冷了 然后因为当时也没有手套 所以爸爸骑摩托车载我去的时候 他会冷 他就这样一直抖抖抖抖抖 我说爸爸你在干嘛 他说我在练外单工 他不好意思说他手太冷 因为骑摩托车 有时候骑一个多小时 从小学到高中 方济为了学生生活都在打工中度过 他从来不觉得家里头的经济负担 是一种压力 再苦他都能够忍下 但他最难忍受的 是外人对他怜悯的眼光 尤其是高中 我在卖兵的时候 我们老师经过我就躲起来 对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做什么 对 因为我不想别人有一个怜悯的想法看我 也不要别人用不好的眼光 看不起的眼光看我 我就不喜欢 所以我就会躲起来 对 高中毕业之后 音乐老师看他赚钱赚得很辛苦 看他长得漂漂亮亮的 就介绍他到唱片公司去 都签好约了 却被嫌弃涨太高了 刚开始也不帮我出唱片 因为他跑了所有唱片公司 他们说 个子这么高的不可能红 然后没有人要我 所以我就到台心去做内情 美工 然后带带电台 带带电视通告 去了解电视圈是这样 在学校有女超人 有这个女金刚一些的绰号 他又是纠察队 然后个头又高 然后又会唱歌 所以在学校里头 他算是蛮风铃的女人 突然间这家公司也倒了 就把我转到另外一家公司 那我进去的时候要四音 那四音的时候 我只会唱学校的满江红 或是庙会 其他我不会 然后就一票那个 宣传人员同时说 你只要做他 我们就离职 全部离职 全部 都离职 不再想你来想你 不再爱你 不再爱你 一般来讲 他们都喜欢一些戏的 或作曲作曲的 或是就是很会唱歌 漂亮的都是那种 暗暗小小的 那我的样子 就是运动员嘛 他们觉得太大只了 是金刚 你先要做一只金刚 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后来唱片公司换了一批 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宣传人员 工作起来特别带劲儿 方继维跟他们建立起了革命情感 同时唱片公司计划栽培新人 先唱唱口水歌 试试水温 方继维选了拍美成的这首会 一唱成名 最后一口气连出了三张专辑 一九九一年 全年世界军中情人冠军 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红 但是公司一直跟我讲说 那是他们买票的 然后所以我每次都觉得 哇 自己怎么怎么 有这脸走出这个门 我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可后来我们工作人员说 没有啦 怎么可能 你当时真的很好 我才从回信心 她就是要让艺人 完全乖乖的听她的吧大概 那因为我们每天忙嘛 然后就完全会去相处 相信公司的安排 那个年代的所有的歌手 几乎都是被保护得很好 然后可能基本教育都非常完整 一九九一年 是方继为事业最巅峰 香港导演王金邀请她 丹刚演出周星驰电影 《上海滩》《独胜的女主角》 你真的要带她走 是 我要带她回九零年代 把她叫好 让她跟电台一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拍了香港的戏 我说 哇 这个她应该很厉害 应该可以跨足到 整个华人市场里面 她的那种新生育女的心向 应该去 应该去好好的打拼一下 我们觉得她很有机会 但后来又听说她生病了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她知道是 是军阳性重点 但是因为当时可能 当时的经营当时有一些想法 所以可能后来 经过传法 传到最后就被人使癌症了 1992年 正当事业高峰前 方济为却被医生 诊断出甲状腺绿炮炎 医生建议她赶快地动手术 当时车面公司知道她生病的事情 竟然认定 这是一个可以操作的议题 既不可施 刻意渲染方济为的病情 晚上12点要进医院 公司说你要不要上个节目 我们帮你安排个节目 可能十几分钟就好了 可是当时我已经耳鸣到我 没办法唱歌了 我听不到了 可是却突然间看到小燕姐 杨凡的节目就做很大 我就说公司怎么把它宣传出去 每个一看到我就流眼泪就哭 我本来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我都不愿意流眼泪 因为别人为我担心 会让我整个瓦解你知道吗 后来杨凡一说要把我吃醋 我就哭到不行 然后我整个下午都在录影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当时还传出说 她生了比较重的病 我们都还蛮担心 这么年轻怎么会生病 有人邀请我到大陆演唱 对面还拿一个 爱生告别专辑 他们也到大陆去发这种 这种CD 我就说妹妹没关系 我帮你签我还活着 在公司刻意操作之下 外界以为方继伟病得很严重 第二天预定要进开刀房之前 一票的媒体在外守候 方继伟心寒又无疑 开完刀之后 连续公司要帮我安排 第二天就叫我起床看报纸 她说你必须要起来看报纸 叫你妈妈不要来这里演戏 请你看 对我们非常大的那种瞧不起 那我们本来家庭就不好 被瞧不起那内心很难过的 她就说大陆已经接了几十堂的演唱会了 你要开始来读报纸了 可是因为我刚开完手术 我是整个人是晕眩的 晚上一直吐 呕吐 可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命 我突然间提悟到不行了 有问题了 我不是那么肆别 找一个谎言 就算抱歉 等回去之后才发现 我的房子 刚买的就在开刀这过程 全部都被偷过掉了 因为以前的资料都在公司 那我们要找律师去帮忙处理这事情的时候 没想到律师竟然跟对方通 然后变成戏增房地产 我整个好伤心 因为当时我想换个环境 方妈妈在跟我聊方继伟 那时在参变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听的也是 就是一个母亲 叙述她女儿那一关的时候 的无奈 跟那种 怎么会有人这么恶之 对她的女儿 就是说 把她辛辛苦苦的赚钱 然后方继伟买的房子 是想 希望家人可以脱离万华那个地方 然后改善生活环境 然后那房子也没了 因为存款簿跟图章都放在公司 她会觉得自己像一块肥肉 每个人都想要咬一口 那你不知道到底谁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辛苦多年的积蓄化为了乌有 令方继伟感到傻眼的是 他们公司把她的劳务报酬 申报成了薪资所得 让她欠下了700多万的税金 一期之间她的资产归零还负债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状况 我生病 房子被偷过掉 我的钱统统没有了 可是我去求助我们嘛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对嘴 因为没有声音啊 只能对嘴 可是你必须要看着台下 没有掌声的那种恐慌 可是你必须去做 那上节目呢 公司又买通了 工作单位欺负你 当场羞辱你 她说你来上节目干嘛 你上这个节目什么什么 就是都是羞辱的 我就带着我就说 那演艺圈是我的噩梦 对 对演艺圈心碎 对人心失望 离开唱片公司之后 金瑞瑶伸出了元首 邀请方继维加入金田唱片 我当时因为生病事件 过度的渲染 导致歌迷不谅解 加上身体的因素 方继维最后黯然地退出演艺圈 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钱 你又不敢去给人家借 对 然后你只好用信金卡去借钱 对 可是那徐环利息 哇好快喔好高喔 后来连你到银行去借钱 他们里面还刁难你 对 会刁难你 银行的行员 对 然后我就说 一定要让我起来 我不要让他们刁难 对 对 可是因为开刀之后 然后大家也知道你不好了 甚至他们说 过期期的演员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听听 啊没关系 这本来就是 这是一个过程 对 那妈妈那时候也孤立 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只有每天去万华 去烧香拜拜 祈求佛祖 帮忙她小孩能度过这一关 她那时候真是孤立无援 然后就是 我就直接问她啦 我就不会想自杀 那时候她说会 那我说你是怎么 那你坚持下去 她说嗯 她说走的时候父母怎么办 因为觉得也没有钱可以还债 然后父母又一直悲伤说 你怎么会这么糟糕被骗了 然后钱也没了 又要负债 那家里什么什么 就很多的那压力在你身上 那那时候就是走不下去了 那时候哇我看到车子 我就想走过去 就干脆不见了 曾经想过一走了之 曾经想过出家远离成销 最后因为不舍父母而放弃了 她接触宗教之后 重新敞开了心胸 她开了一家田柱店 专心地学佛 方敬伟说过去种种 她已经放下了 当初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以前她不敢听自己的歌 现在她勇敢地面对 重回演艺圈 是因为她释怀了 方敬伟今年四十四岁了 前阵子她被媒体拍到 跟一位短髮打扮中性的朋友 一块吃火锅 那么媒体亦有所指 方敬伟在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 她解释 这个朋友其实是她的太极拳老师 当天是她请老师吃饭的 两个人只是纯粹的很好的朋友 她强调她抱持不惑的态度 但这跟她的形象没有关系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懂 演艺圈的那一段历程里头 那碰到的人 然后事情 那对她的整个心灵上面 有比较大的影响 要不然我就讲 在学校读书的那段过程里头 其实就像我讲的 追她的人很多 追我我都不晓得谁追我 只是教官突然间把我叫去 叶童哈 你那个哪一班哪一班 打架是因为你 我说哈 怎么没人来告诉我 他因你无法架 我都不晓得 对啊他们从来没跟我表白啊 其实感觉上她还蛮需要很多男生去安慰她 然后去帮助她 但是你到了现场就发现她 她看起来就比你强壮了 好像那种感觉也给我们蛮矛盾的 方继伟跟打扮中性有人吃饭 却被媒体报到一有所指 方继伟澄清 两个人只是单纯的好朋友 以前早期出唱片 大家拍到潘美成的时候也说 你是不是跟潘美成 我说潘美成还不是什么中性 那我们运动员本来就是都是中性打扮 因为我们打球运动员 全部头发剃得很短 我的现象不会有问题的啦 对啦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你心里要早有准备 这些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 都是随时会发生的 那至于我们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最清楚 方继伟口中的太极拳老师 曾经接受我们的访问 她说因为教方妈妈打太极拳 后来才跟方继伟成了好朋友 她没想到朋友一块吃饭竟然会被偷拍 确实有些惊讶 不过谈起了方继伟不婚 她说其实那行为放不下方妈妈 那时候因为父亲的往生 她心结很多东西走不出来 妈妈的思维上面也是比较灰色 她对她母亲也是放不下 我会担心说 妈妈你要知道 我的八字我也看了 你的婚姻不是很好吗 如果你逼我结婚 我后面可能就会跟你一样 因为我们两个太像 我们体质一样 我们都是那个忍辱的那种人 然后想办法就成全别人 因为姐姐嫁得也不好 然后又看到以前万华的那个环境 我就会对人的姻缘跟结婚这件事情 产生很大的疑问 方继伟从小长相甜美 还有很多的追求者 进入演艺圈之后 曾经有两个香港大哥级的演员 跟她示好 但当时唱片公司禁止歌手谈恋爱 方继伟对爱情只能存在着幻想 14岁就想结婚啊 想要有自己的宝宝啊 所以又已经唱歌了 也不敢讲啊 然后也看不到对象 因为公司被保护得很好 那又去那个爱的世界 买一个小的娃娃 回来啊 那时候我姐姐要生宝宝了 所以要买她小朋友的衣服啊 什么回来自己玩 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想去保护一个女生 就是有人欺负你 我来了 我跑过去我就会遮住 结果跑过去 我遮住 结果她在这个地方 那好了 那我站在你后面好了 其实她给我们感觉 会比较像 本质上会比较像好朋友那种感觉 但是实际上 她又有另外一种一种 很简单很单纯的那种味道 我的朋友 有些人他们都通灵嘛 然后他们啊都会算啊 他就说 要让你找到一个你的真爱 非常困难 我说对对对 因为我还蛮要求太多的 我不是那个一见面就会喜欢人的人 我要长期去了解自己的个性 跟我是不是合 才有办法 对对 即使有人追我 我也一直观察一直观察 观察到最后不行 他有某些东西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方继维更加抱定了不婚的态度了 虽然有点遗憾 没有谈过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情 但感情终究不能够勉强 就让她随缘吧 会是你的它会出现的 或是你的就会消失 甚至婚姻不到一两年也不见了 我们不要为了婚姻而婚姻 台语歌手黄思婷出道超过20年了 台北市广州街夜市呢 是他20年前第一次宣传走唱的地方 他唱红了很多快智人口的台语歌曲 早在谢金燕之前呢 他就曾经挑战过台语电影了 后来在唱片市场一片萧条的时候 黄思婷转型录制佛经的歌曲 结果短短三个礼拜 竟然打卖超过了10万张 我们来看CNN记者 简维红 陈振阳的报道 大家看得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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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们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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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街唱广东话 这是我的起跑点 所以对我来讲 非常有非常重大的意思 来到20年前第一次宣传唱片的广州街 很多记忆都还很清晰 我那时候还在念夜校 高中夜校 所以九点半下课 就赶快把制服换掉 然后赶快坐机程车 机程车上化妆 化妆之后来这边跟大家集合 那时候是录影带的市场 所以要搬音响 搬电视机 那边有一滩 那边有一滩 我不会晓得 不是 好怀念 当初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 电视机在后面 然后我就搬个木箱 拿着大声工就开始唱 黄思廷今年37岁 她出道整整20年了 在她17岁发片之前 黄思廷看着拿麦克风唱歌的人 总有一股憧憬 那时候搬到台南 是刚好搬到殡仪馆附近 那殡仪馆附近 常常就是会有人在唱歌啊 那我每天早上就是要上课的时候 骑脚踏车都会经过殡仪馆 我说我要去看歌星唱歌 那时候认为他们也是歌星 我就告诉自己 我也好想当歌星 因为他们可以化妆 有麦克风可以化 可以就是化妆这样 之后刚好我们隔壁有训练班 歌唱训练班的老师 就是附近这边 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到那边去 去学唱歌 可以吗 对 这是我的新专辑 爱的正经 这个人比这个还比较漂亮 谢谢 谢谢 不是吗 你看着日本人比较不胜 没有 有比电瓶箱更漂亮吗 有点旧的 这里还有我以前旧的吗 真的 我一些旧的我都已经绝访 我自己都没有留底 这个 天哪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啊 是 大概十五年 十五六年了 对 Nakashi就是也是 配乐是两把吉他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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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怂的那种 但是呢 就是Nakashi的曲风 但是是用唱片式的灌录 然后就是夜市会强力播送 因为是很轻快的 所以很多計程车司机 都喜欢听我的歌 其实从新银车子之前 是計程车司机 是那时候有一个封号 叫Nakashi小天后 既然被称为是 Nakashi的小天后 脑袋里头 当然得准备 好上百首的歌曲 随时候叫 不过歌词好近 这意境却难以揣摩 这我的教学老师 就是我阿嬷 就先跑去问阿嬷 阿嬷 这是这歌要唱的 刚好阿嬷都会唱 就像蒙春红 阿嬷跟我说 就是他跟阿公 谈恋爱的时候 唱给阿公听了 阿公骑脚车载他 他就抱着阿公 就唱旺春红 就唱旺春红 我就觉得 哇 好有画面 那当时就是把自己 就是去角色扮演 幻想我就是阿嬷 然后让阿公在的时候 是很甜蜜的 去唱这个旺春红 现在听到台语电影舞曲旋律 很多人第一时间 会联想到的是谢金燕 可是事实上 黄思婷在2002年的时候 她也曾经尝试过 那时候我想 好吧 就是把公司说 你尝试 好吧 那我就尝试 所以又给自己 染了一头金发 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经过看到镜子 还吓一跳 我家怎么有一个这样的人 还告诉自己 那是我 那是我 自己还要适应自己一个礼拜 然后现在看到自己 舞曲的MV 我自己都会觉得好好笑 因为那个脸就是 害怕紧张的脸 当时唱电影可能太前卫了 没人获得市场的青睐 先前几张专辑销售 不胜理想的黄思婷 决定再转型改唱心灵音乐 推出专辑时 公司原本想不赔就是赚了 渗转期间 公司竟然还安排员工旅游 没想到旅游回来 市场销售短短三个礼拜 大卖了十万张 让大家跌破了眼睛 那时候只是单纯借由 我自己在低潮的时候 是借由宗教跟听音乐 走出来的 走出低潮 我觉得 哇 这样的音乐好棒 谢谢 我想跟大家分享 直到我出情缘 地章心灵音乐情缘的时候 好多朋友打电话给我 你的声音就是要唱这样的歌曲 你好 你好 哦 黄师的确 你好 博金卖得很好 谢谢 老板说我的佛金卖得很好 还有很多朋友说 我现在都在帮你打歌 我说谢谢 谢谢 我每天路上都帮你播 我心里想了 你现在是改行卖偶柜 菜头柜吗 不然怎么会帮我播 他说他现在改行开灵车 所以每天都帮我播 他还谢谢 我说谢谢你的音乐 因为你的音乐 我们这些家属 就没有哭得那么悲伤的情绪 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好用 黄思廷的音乐帮助了许多人 然而他自己的人生课题 才却刚开始 2009年 黄妈妈中风 黄思廷始终认为 是她坚持带母亲去植牙 才造成的结果 自责罪恶感 让黄思廷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走不出阴霾 当我自己很无助的时候 我就是望着天 老天爷你有听到我的祈求吗 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每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 我希望如果说我的功课 我必须去面对 我很乐意去面对 但是我希望你给我 强而有力的肩膀 跟更多的智慧 我没有智慧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没有肩膀 我扛不起 其实我不只看了心理医师 我也去寻求师父 藉由宗教的力量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赶快走出来 那很多朋友就是安慰我 这个不关你的事 因为毕竟你是出自消息嘛 希望妈妈也要弄好 可以吃好吃的东西啊 但是我总是觉得看到妈妈这样 就觉得很不舍吧 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现在真的 她还那么年轻 然后她现在也不跟外界接触 就关在黑暗的小房间 然后每天望着天花板 所以我现在不敢见妈妈 老天爷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经历过爸爸癌磨 然后如何陪爸爸一起去抗癌 然后妈妈中风 我的家计就是我要一肩扛 可能老天爷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给我不断这么多的功课 所以累积我这么多的经验 那导致你有需要的时候 然后刚好吾尔茨这方面的经验 我可以跟你分享 汪立友出道十四年 终于开了第一场的歌人演唱会 她说那种感觉很不真实 因为一个出生在乡下 贫困家庭的孩子 平常没事的时候 可以一整天都不讲话 长大之后呢 有一天竟然能够靠唱歌来赚钱 有点不可思议 汪立友说呢 她的人生不怕苦 不怕难 但她最怕穷了 因为她穷怕了 所以现在成了大歌星 她的生活还是一样的节俭 汪立友还写于翻身的故事 我们来看简维红 陈志洋的报道 我当初在化妆室后台 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这样努力下去 有点一定会得平 你像到印尼 我们去演唱 然后一要离开 那个车是没办法离开的 你会发现说 她那个红的疯狂的程度 就像周杰伦一样 汪立友出道十四年 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 看着台下上万人为她尖叫 为她欢呼震耳欲聋 汪立友说 这感觉很不真实 好像做梦一样 因为每一次出专辑 我都是去上同样的 去摄影棚上通告 然后同样在录音室 也是一个人 好好的把录音录好 但我没想到说 怎么会后面有那么多的 惊奇的事情都发生了 我那个时候整个人都 都很难去想象 开演唱会拿金曲奖 十年前 汪立友想都不敢想 在演艺圈 一个男艺员26岁还不红 或许该要有 改行的心理准备了 不过十年前 十年后 汪立友心里头 都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永远为上台做准备 你开刀就出了 你怎么给我用棒啊 你真是吗 真是死人 她为了要宣传专辑 她可以把命豁出去 她可以吃啊 可以玩 这一点是让我最佩服 然后我就看得出 其实她是一个 为了成功她可以不要命 我什么都不怕 我真的只怕一件事情 我真的怕穷 因为穷呢 你就是眼睁睁活生生的 就是你看到你的 可能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亲戚 或者是你的邻居 就是看到你会怕 很轻描的 那感觉 我从小就 就在那样的环境上 有看到这些的眼神 以前最苦的时候 跟妈妈逛那个菜市场 只要看到这个比较贵的水果 妈妈都很想买 买给我吃 买给家里面的人吃 可是 当问到价钱之后 拿起来 好 老闆 老闆 这个要怎么算 我要讲出来的价钱很贵嘛 然后可能就 就又放下来 所以 也告诉自己 就是说 只要能够让我抓到机会 哪怕 这个事情是会让我 非常非常的累 就算累死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 我也是要坚持住就对了 因为穷 所以被鄙视 这是翁立友最惧怕的记忆了 小时候父母先在外地工作 将他托给外公抚养 当时经常被人嘲笑 是个没爹娘的孩子 翁立友保护自己的方式 就是把耳朵 把嘴巴都关起来 就是很自卑 很自闭 都不喜欢讲话 阿公还有一阵子 打电话给我妈 因为我妈跟我爸在台北工作 然后我在彰化的乡下秀水 说这个小孩子怪怪的 要带去给医生看 就是都没有在讲话的 我一整天也不知道他心里面 在想什么 个性就是很自闭 问啥都没要硬 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翁立友总是习惯躲在角落 尽量别引起别人注意 有一回在KTV 趁着朋友们都在喧闹 翁立友想拿起麦克风 偷偷唱个几句 没想到包厢突然间变得好安静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点 雙人枕头吧 雙人枕头 对 然后我就 我就趁大家在 我就偷偷摸摸摸在唱 我就 就说 想人枕头哪无理 亚的孤单 想人枕头哪无理 亚的孤单 然后那个时候 麦克风卡尔拿在我的手上 然后就说 喝 刚刚那个声音是不是你唱的 我就吓到 我说 怎麽了 怎麽 怎麽是 再唱一次 然后真的 再唱一次 刚刚该不会是 那个吧 放出来 就是音乐对准的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 因为我不要再唱 可是他们就鼓噪 我说一定要再唱一次 后来呢 我唱完之后 他们就一直开始点歌 哇你声音 好特别喔 你来唱哪一首歌 也应该很好听 就一直点 19岁那一年 翁立友参加了电视台 所举办的歌唱比赛 决赛前 翁立友遭到了淘汰 但是观众太喜欢他了 纷纷写信到唱片公司 被淘汰的翁立友 反而有发专辑的机会了 有 有 有想过 所以呢 而且想得厉害 想得厉害 非常非常的想 可是也因为非常非常的想 所以呢 出来的成绩很不好 所以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他说他回来 他回来 他回来回来 他回来回来 也很久大概有 有两三年有吧 不知道拍电话 不知道 就是 他就是 好像说他的落差很大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 他就都不敢再来听我的臉 啊 啊 买了 然后是 沾沾电视台 好像有些综艺节目啦 有帅哥感觉出来录音啦 他才会再来 他放弃之前 就看见不想住 欸 我说 利尔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没有 就回老家 帮忙人家 做一点小事情 我说你这样子 就对你来说是满足的吗 他说 当然不会啦 当然不会满足 我一心就想往这个行业发展 我说好 第一 除了自己要有理念 要坚持以外 第二 不要排斥任何人 给你的任何一个机会 这个很重要 就像我们一家 你以为我弹琴 现在可以拿出个价钱啊 我已经大没钱 我是大很久的 来乐队老师 掌声鼓励一下吧 谢谢老师 谢谢 王立友把孔香的鼓励 放在心上 他郁闷了整整的两年之后 决定要重新出发 电视台晚会大小的通告 他都接 他家里头 他还会看袋子 检视自己在节目上的表现 能够吸引观众的才艺 他拼了命的就去学 他决心不要再躲在角落 只求能够重新的回到舞台 再回首 江玉玮 云这段过你的雨 好香喔 再回首 你想想看喔 一趟就要三个多小时 来回是不是就七八个小时去了 对不对 那一趟上来台北 只为了上一个通告 结果都没有表现 所以我回去我会睡不着觉 我都会一直垂心肝 叶七点 再回首 被影院长 再回首 被影忙 不要让时间浪费 然后再一点就是 我希望每一次都好像有那么一点点 哪怕只是一小点的进步 也算是进步 那你想想看喔 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 你看你就进步了多少 上节目不只会唱歌 还会模仿 制作单位也乐得多 发点通告给翁立友 有一天录影现场 来了一个大前辈 蔡小虎 蔡小虎发现 这个年轻人不可多得 他告诉翁立友 两天之内 我帮你找唱片公司 让你有机会出唱片 翁立友听了之后 还半信半疑的 我那个时候又期待 听到第一个时间都又期待 又怕 就是不是真的 就伤害 因为 会觉得说 真的有那么好的机会吗 因为我们 已经期待久了之后 期待习惯之后 然后都落空的时候 已经就觉得说 好 听听就算了 像是来贵落贵的心疏 就有等一遍 阿阿真心来迎一一杯 看我一跪一笑 他还觉得说 很感谢 小虎哥 你能够这样赏识我 我已经很感谢了 没有想到 真的两天后 现在电话来了 所以他到现在 任何的场合 包括演唱会 他第一句话 一般我们都先感谢老板 可是他先感谢 就是小虎哥 加入了新的唱片公司 翁立友真的时来运转 他重新回到了舞台 他找到了K歌市场的定位 加上高收收益的本土剧 八点档每晚强力的放送 翁立友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翁八点的专辑 让人听到的前奏 就能够哼上几句 我一天坚持那个时候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说 翁立友 这歌蛮适合你唱的 甚至告诉他说 你的 在唱片里面定的调 不要太高 因为声音够高 你要让观众传唱的时候 要一个便利跟顺利性 流行才是王道 就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这样 给大家朗朗上口 就没有人说话是什么 2009年 金曲甲宣布年度最佳台语男歌手 这个奖项 翁立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宣布要得奖的名单 这个五秒 这五秒之内 那个新票不知道怎么搞 突然就加速了 就很紧张 然后头就开始晕晕的 然后公布我的名字 头更晕 真的 就头晕晕的 刚好就是从我的座位到上台有一段路嘛 那段路慢慢慢慢整理思绪 然后慢慢又恢复这个神志的这样子 对 因为没有办法去想像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翁立友如今名利双收 但他却始终坚持勤俭持家的路线 在他的身上 没有名牌奢侈品 他开的车子 还是十年前出道时 开的那一辆中古车 有一次我们去演唱 我们去演唱 然后就后面跟了很多歌迷 然后刚好我们停车挺蛮远的 走走走走 歌迷就赶快去 你看刚好前面第一部停了宾室 第二部是停喜美 然后跑跑跑到前面去 结果歌迷都跑到宾室车那边去 要准备送他进去 结果我们是走到西美那一部 因为他都说 你也欠钱欠得太狠了 像家里面如果说有客人 常常来我们家做客 都会过夜 那饭店不是有一些免洗的 那个也很好用 就带回来 就是真的不要浪费 因为当初这么苦 如果说现在好 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就 就开始就归霍 或者是就不会洗补 我觉得那就枉费之前那么多 只要用心来打名 毕竟祥子 乱乱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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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